出场便是半步神游玄境的大师兄俊玉终于上下了 果然和他的老师李长生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在下是个读书人 在下南宫春水是一个儒雅的读书人 无名公子俊玉是李长生的大弟子北黎八公子之首 北黎八公子个个都是人中龙凤 在武道上都有着不俗的成就 而俊玉就是八公子中天赋最高 占地最强的那个号称是最接近师父李长生之人 他仿若翩翩公子笑起来温润如玉 却天生放荡不积爱自由 一直都在游历江湖 神龙见首不见美 连学堂妻子都未曾见过这位大师兄 但他的踪迹却无处不在 为什么有时候说话却这么有诗意 因为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穷酸秀才 他呀就很爱说这些酸话 他叫君玉 君玉是一个标准的学堂人 用百里东君的话说就是 臭屁 自在 天下无双 年少惊狂时 他曾为了山上的道姑 单人单剑拆了墨衣所在的仙山 惹怒了守山的墨衣 自此蓬莱仙山成了他不得踏足之地 为了追求九四女老板 他故意赦了一个月酒钱 只为维持这段来往 被打了 倒地前还不忘搞笑问一句 我进你练过呀 搭车走后还自诩风流 从此这世上又多了一个苦苦等我的女子 自爆家门 却被百里东君误以为是在碰瓷学堂 激动起来连师父都敢骂 我就是你们这一代的学堂大师兄 你入门的时候难道没有拜过我的画像吗 倒是没有 这个老混蛋师父竟然忘了 但他动起手来却一点都不含糊 你呀 着实惹怒了一个君子 君欲是实打实的半步神游玄境 他虽出场较晚 却并非偶然 而是师父李长生隐士之后留下的一张王牌 不然你以为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等你们这么久 他帮助百里东君 斩杀了天外天五大尊使之一 尾半步神游的无作 还重伤了同为半步神游玄境的无相 其综合实力不逊越封城 能战入魔后的夜顶之 解救完百里东君后 他又火急火燎赶去南爵 帮助二师的雷梦莎 多次击败蛮族第一高手得胜而回 最终他完成师命隐于江湖 去向不明